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上坡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整整十个坡 三四五七八九十 这是我今年第一个上海拔五千米的一个山 名字叫嘎德拉山 它这上面写的是海拔4998 但是我撤出来的海拔却是5010 它这个上山的弯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 不是10个 大概有15-16个 然后我上山的时候只能挂着一大上 所以在这边真的歇一下 关于这个摩托车我在平原上挂一挡跑的话 至少要休息两个小时温度才降下去 我在这个海拔5000米的压口 休息了不到半小时温度已经降下去了 冷却了就往下跑 这个海拔太冷了 所以我往下降一点 往下降一点可能会暖和一点 哇 看一下他们本地人 他们这边本地的直接走这条老路 这条老路破都太短 没有250的排量上不来 这他妈逗我呢 走到这个地方绕行329 三四九不能走吗 这绕行上了起来才要玩呢 算了往前走看一下吧 关于这边的路我也有多难走呢 不是路断了 是他们这边路在拖宽 摩托车没问题 轿车的话 在那个岔口往右有个桥 过那个桥实在好一些 他们这个箱在修路 然后那边有一个水果操作店 我买了一份海鲜鱼丸 结果掉了一半 我在这个地方往前走 看到一个适合露营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白塔 那个适合露营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白塔旁边 可以折风挡雨 找到这个地方折风挡雨挺好 先把脏子撕起来 待会儿要稍微做点东西 因为他们这个箱里面在修路 刚才的时候和一个修路大哥聊天 他试穿的 他说这边塞上玩儿有熊 应该不会跑到这个 应该不会跑到这个白塔这个底下 帐篷已经治好了 待会儿帐篷一拉 放烧垫一丢进就可以了 这放烧垫这个地方是碎袋 这个是做饭的锅 高压锅 因为之前一直在做饭 这气不多了 希望能扛上今天晚上 要是扛不上今天晚上就等着哭吧 今天晚上做的是高压锅包仔饭 所以要有一块腊肉 所以要有一块腊肉 太硬了 一共切了这么多腊肉 十多块 我从其他家接了五升的水 简单的把米淘下就可以了 接个淘完米以后 直接放腊肉 还有海鲜一丸 我买了海鲜一丸 买了十多块钱的 结果他们这边在修路 过一个上坡的时候颠 颠掉了一半 ok 然后就可以拧紧 开始点火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理论上可以扫200分钟 但是 我已经差不多扫200多分钟了 希望今天晚上让我吃个热饭吧 已经五分钟了 再坚持十五分钟 差不多就开了 十分钟了 有点悬 但是气已经上来了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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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吃个饭真尴尬 然后 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彩火炉给拿出来了 这个彩火炉第一次用 这边捡了一些木材 嗯 完蛋了 木材太长了 搞死我了 点火点了半个小时 而且手还被炸了刺 哎呀 据说这个彩火炉很快的 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开了 看一下效果如何 陆内彩火明天早晨还可以煮粥 这个炉子 真的是五分钟气可以上来 但是代价的话很费才华 哎呀 现在已经开始上气了五分钟 已经听到嘶嘶嘶嘶的声音了 但是代价是这个炉子侧边烤花了 这个炉子火 差不多用完就可以了 不管它了 早知道这个炉子这么好使的话 就不用买气炉了 一瓶气炉三十块钱 然后到西藏这边九十块钱 这个彩火炉子 只需要弄在彩火就行 买这个炉子的话 花了一百多块钱 五吨饭 这五六吨饭 这个炉子就回来了 对了这个炉子 用完之后 先把渣倒出来 看着渣灭掉 然后开火还要连续开两分钟 以防止这个热度 把下面的有一个鼓风机 把鼓风机给搞坏掉了 看一下啊 高压锅包仔饭 我去 嗯 熟了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平淡无味 这边还有辣椒酱的 嗯 嗯 弄点辣椒键先弄到碗里面 然后 嗯 这些配菜 拌菜 还有米饭 可以搅和着在这碗里面吃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被警告三次了 他们说这个乡里面有一只棕熊 狗熊 晚上的话去这个乡里面逛 所以让我在这边露营注意点 我旁边就是乡政府 有一次的时候 那个狗熊大白天 光顾它这个乡政府 这个米饭煮得太湿了 稍微干一点就好 嗯 有肉 有鱼丸就是没有蔬菜 缺乏维生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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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只狗狗 我给它弄点海鲜鱼丸它不吃 西藏这边的狗的嘴巴很刁 都喜欢吃肉 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我可能不会被狗熊给打扰到 但是我肯定会被它们这边的野狗给打扰了 这边的野狗好多好多的 刚才一会儿来了三四条野狗 可能是因为我煮的饭太香了 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 我朋友前两天骑摩托 骑电瓶车去了萨普雪山 萨普那边有明文交代 说那边晚上有众熊出没 晚上如果说想要看日照金山的话 第二天想看日照金山的话 最好是接触在赵明家 结果他们在萨普雪山底下扎营 半夜十几个人拿着灯去找众熊 我明天再去萨普 不知道他走了没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吓死我了 是一堂猫牛啊 感谢观看